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格律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一定在语文课上就讲过唐诗,也应该讲过一些唐诗的基本概念和规则 而只要上过初中的中国人,我相信对唐诗或格律师就一定不会陌生 因为在当年那些需要抱头闭眼,使鸡硬背的古文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格律师 其实自唐朝开始,以后的诗默认都是格律师,以至于很多人把格律师就混同于古诗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认知,格律师在初唐诗才形成,此后一直影响后世诗人 而唐以前的诗都不能叫格律师,那叫什么诗呢?叫古体诗 其实这个叫法也不是现代人赋语的,当年唐朝人就这么叫了 那与古体诗相对的就是唐以后的格律师,也被叫做进体诗或金体诗 既然古诗被分成古体诗和格律师,那再回到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 格律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接下来两期视频,我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在讲述格律师形成过程之前,有必要先把格律师的格式和规则简要介绍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相信一个中国人只要上过初中,就一定不会对格律师感到陌生 所以这里我也只是为了叙述逻辑的完整性,帮大家简要复习一下 按照每首诗句数的不同,格律师分为律师和绝句 律师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 多与八句的为排律或长律 按照诗中每句字数的不同,又分为五言和七言两种 句数和字数这两个规则再组合,就有了四种主要的题材 即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师和七言律师 除了对句数和字数有要求,每首格律师还要求只能用一个运 即使长达数十句的排率也不能坏运 而且押运只允许摘偶数句 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外,其余的基数句都不能押运 并且押运一般只押平生运 格律师除了要押运,还有凭这的严格要求 总结起来,五百五四套凭这规则 按首句凭这规则区分就是 凭起凭收,凭起这收,这起凭收,这起这收 此外,格律师还有对仗的要求 尤其是律师,律师中的汉连和景连就要求必须对仗 这里附带说一下队偶和对仗的区别 广义上讲队偶和对仗一样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原因 但如果细究,队偶是从修识上讲的 对仗则是从句式音韵上讲的 简而言之,两个字数相等,结构、磁性大体相同 意思相近的句子称为对仗 而讲究凭这相对的队偶称为对仗 可以这么说,一切对仗都是队偶 但队偶不一定都是对仗 有一种说法 对仗的叫法来源于秦始皇遇刺后 而设立了皇宫卫队 因古代皇宫卫队的行列叫仗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仪仗 仪仗就是两两相对的 对仗也因此而得名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那先秦的文学作品中 根本就没有对仗这个概念 因为格律师的格式和规则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所以这里就此一笔带过 如果对这些知识点已经淡忘的朋友 可以到网上找几篇详细介绍的文章回顾一下 从刚才的这番简单介绍中 我们可以抽取格律师中的几个关键要素 那就是美首诗的字句数 押韵和评测 还有对仗 那接下来对格律师形成过程的讲述中 我就以这几个要素为线索 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为主轴 看看能不能把格律师的形成过程捋清楚 因为这个视频最终的目的是探讨格律师的形成过程 所以后面的叙述 我就去凡就简 拨金见骨 只关注与格律师形成有关的文学史的部分 另外格律师的形成过程历经千年 期间有许多牛散散的股胜先贤 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关键节点 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那在我的这番讲述中 也会请他们一一闪亮登场 在正式开讲之前 我还是先要简单声明一下 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也有历史的特性 模糊且动态的 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被发现 和考古的更新进展 历史也在不断趋近于事实 但永远不会有真相 文学史也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文学史观的主观性更为明显 当代中国所形成的主流古代文学史观 基本是建立在五四史观基础上的 而五四史观特征之一就是 对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宫体式的贬低 不过近几十年 随着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宫体式也在逐渐被肯定和证明 正所谓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化 而不同的文化又会吹升不同的价值观 从而也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不管是文化还是人 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下面我所讲的 葛律师的形成过程 只是当下的我 对这个问题一点 个人主观的总结和体会 不敢说都是对的 甚至细究起来 可能每句关于文学史的表述 都能找到几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这么一说 你这么一听 听完还想聊几句的 欢迎留言批评指正 闲言少叙 下面进入正题 如果对中国文学追根溯源 那诗经是中国文学根文学的说法 我想应该能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当然如果继续往根上跑 还可以跑到远古神话和远古歌谣 但远古神话当年只是口耳相传 并没有成文的记载 而且据说参与整理编定诗经的孔子 都不与怪力乱神 因此我们这里也就不再深究 而远古歌谣 几乎都是非常简朴的口语化表达 没有太多可说的文学艺术性在里面 读这样的歌谣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生不逢食啊 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歌谣 一分钟我怎么也能写七段 我想诗经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应该都不陌生 即便没有学过或读过诗经里的章句 那也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听过或看过 诗经越成熟于春秋中期 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收录了西州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如果打个比方 诗经在当年就相当于精华版的中华曲库 诗经中具体篇幕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起初书名就叫做诗 这也是诗之所以叫诗的由来 就像那个诗猴有了自己的名字孙悟空一样 从此诗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由于汉武帝以诗书里义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诗也就被改称为诗经 总体来说诗经是周王朝由盛而衰 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应 而这种形象的反应方式 则大多是通过歌乐舞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提到诗经 我脑袋里就会生理性蹦出另外六个字 风雅颂 副笔星 我估计你也一样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在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两次考试 中考和高考中 这个知识点是一个高频得分点 由于诗经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所以这里就不对他多费口舌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去搜索更多关于诗经的信息 下面对标格律师的几个要素 看看能不能在诗经中找到一些原形 先说字数 既然要唱出来 那首先就要考虑气儿够不够用 于是肺活量就决定了歌词的长度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 四句独立成章 期间杂有二言八言不得 因为四言诗句在结构和顿挫上 很容易形成简单的韵律 最适合吟诵或歌唱 再者受先秦乐弦乐器所限 你想要来个说唱 这些乐器也确实跟不上六 所以诗经自然而然就以四言为主了 此外诗经中重张叠句的复踏回环结构 也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涌唱 这其实跟我们现代歌曲的歌词长度 和主副歌循环结构有几分相似 思想如果古人唱歌时 每一句都要求一口气唱完八十个字 那我估计现在就不会有歌手这个职业 因为那些能唱完一首歌的人 最后一定都缺氧断气了 说完字数再说押韵 因为要唱所以最好是押韵 押韵是创造节奏感和韵律最有效的方式 诗经中的歌在周朝人的口中唱出来是押韵的 当然古人押的韵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韵 但即便如此 如今我们读诗经的时候 还是能隐约读出一些韵来 比如你一定知道的 诗经开篇第一首官居的头几句 官官聚咎 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点跟我们现在的诗歌也是一样的 不押韵的歌不管是唱起来还是听起来 总感觉有点别扭 比如当年我第一次听爱的触体验室 心想这破歌被唱西碎 连最起码的押韵都没做到 但后来不止诊的还就越听越顺耳了 除了字数和押韵 再看评哲和队偶 其实如果硬找 在诗经中还是能找出一些队偶的现象 但因为诗经形成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队偶的概念 而评哲的概念更是要到南美朝时期才逐渐形成 所以诗经中队偶和评测对格律师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说到这里可以对诗经做个小节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 是中国文学的根文学 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今天你我的一言一行都有诗经的影子 但如果只是单纯窄化到诗经对格律师的影响 我想打这样一个比方 如果说格律师是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那对比来看诗经中的诗连毛坯房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打了个地基 但这个地基的作用绝不可低估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后面格律师开创的辉煌绚烂的诗的盛事 就是建立在诗经的基础上的 当诗经起跑阶段的使命完成后 接下来格律师发展的接力棒 就交到了下一个堪称同事根文学的储词的手中 我想储词和诗经一样 这位中国人即便没有读过也一定听说过 储词至成熟的年代起一直到今天 相关的研究著作可谓汉牛冲动 储词公认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注意这里的这个说法 直笔诗经的说法 多了浪漫主义四个字的限定词 储词顾名思义 本义是泛指储地的歌词 储地也可称京储之地 即现在的长江流域 也就是现代地理意义上的南方 这刚好与北方文学的代表 诗经形成了对比 其实储词这个词西汉初年就有 直至西汉末年 刘相将先请储人屈原送誉的作品 以及汉代东方硕刘相等人 承其屈原送誉的作品 汇编成集 定名为储词后 储词才专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如果说诗的名字是诗经赋语的 那诗人这个称呼则源于屈原 屈原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诗人 储词运用储地的方言声韵 主要描写储地的三川人物 历史风情 神话故事 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宗教色彩 与诗经古朴的四言诗相比 储词的句式比较灵活 句子长短不一 五言六言七言句较多 和诗经比起来张句较少重复 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你一定知道 那就是句中和句末用语气词 锡中有时使用储国方言 在节奏和韵律上 读句特色 顿挫押韵 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 储词中作品的体力 被称为储词体或骚体 叫储词体很好理解 那为什么还可以被叫做骚体呢 那是因其中的名片 离骚而得名 因此后世也常以骚人称呼诗人 在古代说别人很骚 那是很高的评价 不像现在 同样 由于储词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关于储词的概念性知识 就简要复习到这 下面对标格律师的几个要素 把储词做个小结 还是先看字句数 储词的句式特点 刚才说了 句子长短不一 五六七言较多 这就和诗经的句式有了一些变化 诗经以四言为主 而储词则扩展到五六七言 这一扩展也为五言和七言的格律师 埋下了伏笔 虽然四言和眨眼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 也常有出现 甚至在格律师盛行的唐代 也有诗人写复古四言诗 但五言七言渐渐成为主流 与四言相比 虽然五言七言只是在字数上多了几个字 但包含的信息量绝不是几个字这么简单 拿五言来说 只是比四言多了一个字 但信息量绝不是只增加了25% 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说完句式字数 再来看押韵 储词虽然有散文化倾向 但它本身也是韵文 也就是说也要押韵的 同诗经类似 它是押当时储地的声韵 这个也很好理解 储词本身也是诗歌级 主要的表现形式还是吟唱 比如离骚就是格剧用韵 再比如九歌 本身就是祭祀之歌 先秦巫师在祭祀时坐月鼓舞 口中在配以祭神的主事 这个场景倒让我联想起小时候 在东北农村看过的跳纳神的场面 说完字 巨数和押韵 再看评者和队偶 和诗经一样 在储词中也能找到队偶的句子 比如九章 涉江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 与天地系同寿 与日月系同光 但这种队偶更多是依靠语感 自然而然形成的 与后来诗人在诗歌的创作中 刻意要队偶还是有所不同 至于评测 同诗经一样 先秦还没有评测的概念 储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 有极其深广的影响 几乎之后的每个文学领域 各种不同体材的文学 比如诗歌 小说 散文 戏剧 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甚至后世很多诗词流派的起源 也都可以追溯到储词 比如后来的三水诗 游仙诗 我当年为了给儿子起名字 曾把储词通读了一遍 说实话 以我有限的古文功底 读起储词来 那真是可可斑斑 其实读诗经也是一样 我手头也有一本诗经全集 闲来无事就翻读几篇 有些诗句如果不看注释 自己照原文来理解 常常是离题万里 诗经和储词 时间上一先一后 地域上一南一北 这两座中国早期文学高峰 在世界上的继承 在地理上的融合之后 作为文学源头的主体 自然画画出一个多彩多元的汉代文学 于是格律师的接力棒 接下来就交到了汉代文学的手中 学过一点中国历史的都知道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 与先秦相比 两汉的文类得到了更多的扩展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一些主流文类被重新定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个 汉复 汉岳复 和五颜七颜诗 下面先逐个简要来说一下 最后结合格律师 再来对比和总结 先说汉复 其实复这种文体 起源于先秦寻止的复篇 在汉代成了最流行的 有韵的文体 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 砖式铺陈 从复的内容上说 彻重体物研制 写作手法讲究文字感染力 用流邪在文心雕龙中的话说就是 急生貌以穷文 用陆记在文复中的话说就是 负体物而流量 这里的体物指的就是铺陈事物 书写情志 而流量的意思则指 行文思路清晰 语言流畅爽利 汉复最主要的一个写作目的是 体国经也 润涉红叶 说白了就是为君王唱战歌 虽然汉复继承至处词 但也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汉复基本是口诵文学 或者说诵读文学 感觉上有点像现在的诗朗诵 但已经不像诗经或处词那样 需要坐月鼓舞 所以复还有另一番定义 不歌而诵 谓之复 虽然汉复弱化了歌舞的成分 但口诵的表达方式 还是要求文章词句能够押韵 而且尽量多使用排笔句 这样诵读起来才能朗朗上口 虽然汉复是贯穿汉代最流行的文本 但细久起来汉复也是流变的 通常汉复被分类成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骚体复 第二种是大复 也叫陕体大复 第三种是小复 也有个叫尸体复 这三种汉复之间的定义和区别 这里不详述 网上也很容易查到 为了更好地结合格律师的形成过程 我要说的是 汉复随汉朝兴摔的另一种流变过程 这一过程我简而画之 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西汉初期 这是汉复的肇始期 汉朝由天下初定到文景之志 经过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气 逐渐养成富庶繁荣的景象 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 附体文学也沿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发展 这一时期 附体文学在创作上 大体继续着处持的余波 以骚体复为主 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向陕体大复过渡与分流 当被视为奠基制作的 甲仪的吊屈原复 伏鸟复和梅胜的七发横空出世后 也就标志着大复正式形成 紧接着就来到第二个时期 西汉中期 也就是从武帝至宣帝的九十余年间 这一时期是汉富的鼎盛期 也是汉大富的鼎盛期 据统计 十分之九的汉富都创作在这个时期 内容大多是描绘帝国气象 代表作如司马相如的子虚富 上陵富和班固的两都富 第三个时期是西汉后期 至汉朝灭亡 这一大段历史时期总体上看 皇权逐渐渲弱 外戚专权 励志腐败 国立日颓 王朝日衰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整个政权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如此动荡的政局 势必给文学造成深深的影响 这位汉富主体的陕体大富 其创作精神主要是心肺忌绝 润涉红叶 或以书下情而通风域 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王朝的衰退已不可阻挡 既无什么红叶可以润涉 又无多少上德可供宣扬 所通风域已然不起作用 所尽忠孝 亦是为虎作长 于是陕体大富不可避免地 见路衰败 走下坡路 虽然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 陕体大富犹如回光返照 再度复燃 但毕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昙花一现后 最终还是难掩衰落的命运 通常认为张衡的二经富 是陕体大富之绝唱 随着陕体大富的日趋没落 另一种富体却悄然形成 那就是抒情小富 随着汉王仇的逐渐衰落 文人雅士也失去了 奋发扬丽的精神 于是失望 悲愤 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 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 这就促使富的体材有所扩大 富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表达对象的改变 富这个字除了被定义成富这种文体外 它的本意是一个动词 是现纳的意思 而富的这种文体 其实本身也有现纳的意思 这个主要体现在作为口诵文学的富 诵读的对象或者说听众 常常是王公贵族 所以汉朝的那些富体大家 也被称为言语适从之臣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那时单纯文学家的地位 差不多等同于昌幽 但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动荡 这些王公贵族也没什么心思 听这些浮夸的大臣 于是这些文人创作的富的受众 也逐渐转变成了他们自己 也就是文人同才间的交流 受众的改变也把原来的口诵 变成了更易与同才交流的书面文学 这就是表达对象改变的一个大体过程 除了表达对象的改变 还有内容和形式的改变 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巨事争裁 转阻辞早 而忽略淡化主观情志的书发 转变为灵动细腻短小精悍 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 书发诗人个人情志的新风格 而这种新风格就是 书情小富的风格特征 被视为从三里大富 到书情小富转类点的作品 还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张衡 所作的归田富 这个张衡是不是听着耳熟 没错,这个张衡就是 发明地动仪的那个人 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科学家 有着科胜的尊称 他还在汉富 由陕体大富 向书情小富的过渡中 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这还不算完 在后面关于七年师的部分 他还会再次现身 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他不是主充之 汉富由大富到小富的这一转变 也为后来 未经南美朝的师父河流 做好了铺垫 进而又间接影响了 阁六师的形成 说完了汉富 再来说说汉乐府 汉乐府是专门管理 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 有点像现在的国家歌舞团 正是成立于汉武帝时期 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 或文人的诗来配乐 以被朝廷祭祀和宴会时 演奏之用 当然也有用礼乐 教化民众的意图 乐府当时收集整理的作品 叫做歌师 未尽时才被称为乐府或汉乐府 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师 称作乐府师 比如唐朝的李白 杜甫都写过乐府师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 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会集 他也是继诗经 储词而起的一种新实体 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着极高的地位 甚至可以与诗经 储词比肩 汉乐府最大 也是最基本的艺术特色 是他的叙事性 这可能也源于他的写作特点 即敢于爱乐 原事而发 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 汉代诗人的创作 才逐渐活跃起来 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 为汉末建安诗坛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 西汉乐府多眨眼 而到了东汉 乐府师中的五颜诗越来越多 艺术性也日真完美 而且和文人五颜诗 相互影响出镜 共同孕育成熟的五颜诗体 此后便成为 魏晋南美朝诗歌的主要形式 而汉以后诗家所推崇的 建安峰谷 魏晋锋利 又是出唐 陈子昂诗歌歌星运动的一面旗帜 可以这么说 汉乐府为格律师注入了一抹底色 这么干妈巴里说 不如举两个例子来的生动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项羽的干夏歌 刘邦的大风歌 汉武帝的秋风词 都可以换回到乐府一类 另外还有被合称为 乐府双臂的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 他们都曾出现在 我的初中语文课本中 至今还印象深刻的是木兰诗 记得是在初一时 学的这篇古文 之所以记忆深刻 是因为当年我们的 那个语文老师 是用唱的方式 教我们木兰诗的 虽然唱出来的曲调 单一且不断重复 但当时用音乐课的方式 来上古文课 还是让同学们耳目一心 兴趣盎然 当年学的时候不明就里 后来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才是乐府 该有的样子 说完乐府 再说五言诗和七言诗 其实五言和七言的诗句 古以有之 比如诗经 楚词中都零散地出现过 但到了汉代 五言诗逐渐取代四言诗 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 而七言诗 西汉前期没什么发展 西汉中期 还是楚歌的附庸 未尽南北朝至水朝 渐有发展 直到唐代才真正发达起来 同五言诗一道 成为我国古典诗歌 又一种主要形式 并且奠定了五言七言 格律诗的基本框架 古诗十九首 被公认是五言诗 即大成者 刘斜在文心雕龙中 说其堪称五言之冠冕 而宗隆在诗品中 则说得更邪乎 说他是惊心动魄 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关于七言诗的一种说法认为 汉姆帝在伯良台上 使群臣做七言诗 七言诗自此发端 第一首独立完整的七言诗 通常被认为是张衡的四仇诗 但张衡这首诗 每张的每一句都带着一个锡字 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 因此 真正摆脱楚歌形式的羁绊 使七言诗诗宣告独立的 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 公认是曹丕的两首 燕歌形 其实从燕歌形的名字中也能看出 又是歌又是形 明显这时的七言诗 原初至岳辅 与格律师相关的汉代文学诗 就简单捋了一遍 那下面可以做一个小节了 看看汉代文学对格律师的形成 又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还是按照套路来 先看字句数 再看亚运和评诗 最后看对欧 从字句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其中的变化轨迹 汉父对每一个章节字句数 没有固定的要求 长短皆可 封简尤人 但由于吟诵的关系 每句字句数也不能太多 一般都要在十字以内 而到了汉岳辅 每首诗的句数没有限定 但每一个章节字句的字数 则有着从杂眼到五言的转变趋势 比如西汉岳辅多闸眼 但到了东汉 五言整齐形式越来越多 甚至还出现了几篇整齐的七言形式 而五言和七言的岳辅诗 在拿掉配乐以后 可以看出直接变成了五言诗和七言诗 说完字句数 再来看亚运和评证 汉父本身就是一种运文文体 只不过它的一个特点是散运结合 也就是不特别强调押韵 但因为是口诵文学 能押韵自然最好 之前说过 押韵是创造节奏感和韵律 最有效的方式 到了汉岳辅 因为需要配乐演唱 对押韵就有了一些高要求 汉岳辅押韵灵活 有句句押韵 有格句押韵 也有格两句三句押韵的 虽然用韵脚宽 可换韵 但必须押韵 而脱胎于汉岳辅的五言和七言诗 因为脱离了配乐伴奏 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押韵的要求 以此达到用音律和声调 来表达缺失的音乐性 比如七言诗就是全部押韵 这也是博良台体的写作特征 比如像潮批的燕歌行 读起来就非常顺 但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这时期所谓的押韵 押的都是自然韵 而规范的声韵 要等到南北朝时期才形成 这部分内容会在下期视频中细说 至于凭折 这个时期还是没有形成正式的概念 所以此处可以忽略不计 说完押韵和评者 再来说说队偶 队偶在汉代的文学作品中 已经可以看见 刚才说过 汉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 润色红叶 体国成叶 所以作者在行文过程中 除了追求句式工整精炼 还追求文字的齿利红眼 规律咬鸣 而表现这种文字的排面和感染力的一个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就是排比和队偶 另外一个原因 随着汉富有长篇逐渐转向短篇 由描绘帝国气象逐渐转向抒发个人胸襟的同时 巨法也由陕体逐渐转向偏偶化 比如班固的两读覆中可见偏偶形式 除此之外 汉富用字考究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比如双生叠运 连编字 尾字 换字 导字 柴字 等一些创新的手法 就拿连编字来说 所谓连编字就是一句中的所有字都有相同的偏旁不守 比如江和湖海这四个字 再比如出现在张衡西经覆中的痴媚亡两四个字 到了汉月府 对偶也有类似汉富的流编过程 刚才说了 西汉月府多眨眼 而到了东汉 月府作品中 齐言形式越来越多 虽然在句式上没有对偶的要求 但对偶句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出 这点五言齐言诗和汉月府也差不多 好了 到这里 汉代文学与格律师挤要术的关联小节就说完了 如果回头再高度概括一下汉代文学对格律师的影响 可能轮廓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继诗经和楚词之后 以四言为主 多杂言的诗歌 竟汉父汉月府和五言七言诗的一路发展 到汉末基本奠定了五言和七言的句式结构 随着配乐的逐渐退场 贯穿始终的押韵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对偶句式从无心插流逐渐变成了刻意而为 至此可以说汉末图诗已经登场 所谓图诗就是不如月的诗 图诗可以说是格律师的披子 但最终要锻造成极致美感的格律师 还要经过接下来魏晋南北朝的锤炼 那魏晋南北朝时期 前仆后继的柴子巨匠 又是如何通过不断的创变 将图诗幻化成光彩夺目的格律师呢 切听下回分解